第八百三十一章 古云凝聚 道果真 报 报信弟子到了补天阁 宫身对黄龙说道 禀报长教 百花汤弟子刘清岳踏入仙树境 成就仙树境三十丈 黄龙此时面上露出了惊讶 他问道 三十丈 是的 长教 补天阁中的人 心都存了一丝惊讶 正常突破仙树境之时 能有十丈 就已经了不起了 那个弟子竟一下子成就了三十丈 是不是天赋很高啊 黄龙面上的笑容越发灿烂 刘清岳 这孩子天赋不是很高 我太初的弟子 每天都在天节的威压之下 说是杜日如年也不为过 但压力越大 对道心的魔力也更大 修为上自然也能够大幅度提升 周天生一旁听后 眼睛微合 在看着太初窍顶上漫天翻滚的节云 心面竖转 秦浩轩略略沉默之后 也点头说道 天节威势巨大 能射人心神 悔天剿山 一有不慎 甚至能够夺人性命 这些都是无法阻止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却能够凝聚人心 令大家共同地竭力对抗 同时还能够磨练道心 亏得生死之道 若是能够好好利用 我太初教弟子 将会受益无穷啊 轰隆隆 节云突然翻滚了起来 如同狂风骤雨中 海浪滔天而起 霹雳的闪电 急促的战鼓 在太初教风顶滋滋作响 刚风四起 搅得天地变色 黄龙 秦浩轩 周天生三人 顿时化作三条闪电 急速消失在原地 各自奔向自己的位置 这一次的天节到来 势头更猛 黄龙立在皇帝风的顶端 锋芒毕露 如同不败的战神 持剑而立 无数的天才轰然落下 他却身如高山 稳健而凝重 手中的宝剑光芒大盛 守山大阵拔地而起 稳稳地遮在了 所有人的头顶上 黄龙立在守山大阵的 阵眼当中 扛了有一刻钟的时间 天节烧停 闪身而下 张狂身着白色的道袍 乌发高处 法司在刚风中飞舞 他手持一把闪着 紫色流光的宝剑 一跃而上 站在了皇帝风顶 守山大阵的阵眼当中 天节一旦落起来 从不给人足够的喘息时间 一道凌厉的电光 在半空中炸裂 在那一瞬间 将整个台出教 照得是如同白昼 张狂昂首而立在天节之下 面上一片冷傲 眼中闪着狂热的战意 这无限的威压 将他身体热血沸腾 他是要与天危一较高下 轰 天火冰雹 刚风雷霆 带着毁天灭地的冷裤 瞬间砸了下来 那把流转着紫色荧光的宝剑 横指天空 张狂怒吼了一声长发飞舞 数百丈高的紫色仙术 莫得出现 天地间的灵气 瞬间朝他靠拢 皇帝封顶光芒大盛 十万大山为之震颤 张狂斜剑批出 恐怖的力量从剑锋迸发 此能跋山倒海 吞天裂地 剑气直指天结 紫气缭绕 穿金裂石 正顶之上的节云 都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颤抖 无数飞匠的天结 悉数被斩成了碎块 虽然比黄龙所斩的大了一些 但是守山大阵在下 接住他们毫不费力 在张狂披住的剑气 与天结相撞的刹那 他的身子猛然地倒飞出去 一大口鲜血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秦浩轩飞神而上 接住张狂的同时 将其送下皇帝风 刺起则是如一缕 奇风般冲到守山大阵的阵眼当中 天急轰然在落 秦浩轩只感觉九天砸下了一般 那种沉重压得他周身的灵气猛的一掷 滔天爵与道勋众魔大法 在这股强悍的威压之下 自动而急速地在他身体内疯狂地运转 压力陡然一小 高不见顶的仙术挺立在他身后 仙王大道的气息弥漫周身 寒冰之气肆意而出 凝聚了太初教所有弟子的灵力 沿着守山大阵 如同滚滚大河般涌入了他的身体 秦浩轩感觉自己的身体 如同战神附体 灵力无限 战意滔天 好像他动一动手指 便能轻可肩地将一座大山化为积粉 那澎湃的力量令他忍不住长笑了一声 龙林剑在他手中嗡嗡作响 剑气即将喷波而出 这是强敌当头 血液沸腾的战役 无数的天灾同时奇迹落下 炙热到似乎能够将人烧成灰粉的天火 凌厉到能将人骨头绞成万段的刚风 人头大小的冰雹 霹雳的闪电 所有的一切都如同咒语一般密集的落下 秦浩轩的身体内每一滴血液都在咆哮 在嘶吼 在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 他当空一箭顺势批出 剑气四亿如奔腾的千军万马四亿骑奔 如上古战场上雷鼓怒吼 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 冲向了漫天的天灾 剑气与天灾相撞的瞬间 一股像是能以天地掀翻的恐怖能量四散开来 似洪水破地 汹涌而冲出 秦浩轩抵挡不得 被这股势头震得心头一痛 大口的鲜血喷出 整个人如纸般狂飞出去 天结被斩 秦浩轩这一剑丝毫不比张狂差 浩轩哥哥 一股清幽的香气从他身后袭来 紫色流光轻缓地包裹住了秦浩轩不断往后飞的身体 徐宇与他擦肩而过 面上一片凛然 取代他站上了守山大阵阵眼的位置 秦浩轩止不住往下落的冲势 正好落到了张狂的身边 随即盘膝而坐 仙王大道的气息弥漫而出 将他与张狂笼罩 正在调戏的张狂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便继续地运转身体内的灵法 此种的各种天赋积高 仙王大道的气息又仅仅是弥漫在张狂的体表 张狂也能够令他悟得一丝大道真法 伤势飞速地复原 同时修为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与巩固 秦浩轩一边调息一边紧张地盯着徐宇 徐宇高丽于皇帝封顶 一身白衣 紫色流光将他笼罩 风姿绝世 黑发轻舞 凶残暴虐的天杰在上 他却依旧如同仙子般 有着一股宁静之美 中天地之灵慧 天杰却即刻而落 徐宇手持宝剑 傲然而逝 气势凛然 守山大阵怦然而出 无数的灵力从四面八方 汇集于徐宇一个人的身上 他遍布着淡紫色的光芒的仙树 倾刻间紫光大声 他一剑劈出 剑气流转 十方云动 大地为之震颤 徐宇终是与张狂秦浩轩一般飞落而出 秦浩轩一道灵法打出 堪堪地稳住徐宇下落的力道 将他接到了自己身边 随即四大堂主六大护法 与修为不错的各大长老纷纷而上 感受着天杰的威势 感受了九天之怒的沉重 徐宇飞落而出 天杰却再次披露 而披露的速度越来越快 狂风暴雨一般 仿佛不要给太厨任何的恢复疗伤的机会 一口气将所有人通通劈死 黄龙当真将天杰化作了门派 大发展的契机 如此凶险的天杰 被他当成了磨练众人的扑路石 天杰之威甚重 令每个人感到敬畏的同时 也生出了挑战的念头 修仙一路本就是向天争命 逆天而行 怎么能够惧怕着天杰 而且天杰这才刚刚开始 没有多久 就已经厉害到这般境地 难以想象临近尾声之时 天杰将会多么恐怖 可能真的会将天地翻转 猎山碎尸 到了那个时候 此时此刻上去对抗天杰之人 都会成为最重要的一员 镇守守山大阵的各个阵眼 只有从凶险中磨练出来 他们才有能力 在最凶猛的天杰到来之时 保住太初教的无忧 如此轮番的上阵 既能够提升众人的战力与修为 又能够为黄龙赢得休息的时间 为每日最后的几道天杰 做出充分的准备 自从可怕的天杰 成为众人历练的契机 所有人的战意高昂 不知疲倦 原本绸云笼罩的太初 焕发出了旺盛的战力 是与天杰死扛 纵然天杰来临之时 每一息都仿佛被诬陷拉长 时光的脚步依旧稳定地向前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天 猛烈如狂风骤雨的天杰刚刚过去 古云堂中突然青云蝶起 霞光万道 锐彩分成 青鸾名飞 金龙长孝 白鹤 共彩蝶偏舞 圣辉并彩霞四射 绚烂的长虹 高居晴空 天降柔光 地涌神泉 五色神光圣洁而飘渺 圣洁的道花 朵朵展开 清香瞬间扑洒到整座太初教 皇帝风上的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于古云堂所在的山峰 报 古云堂堂主古云子 成就献鹰刀果敬了 好 黄龙抚恤而笑 恭喜长教 恭喜古云堂主 我太初大兴啊 听着周围众人纷纷地 庆贺之语 黄龙带着笑意频频点头 太初教刚刚度完这一波天解 可谓是身心俱疲 但是当那霞光降云 骤然出现的瞬间 疲惫尽扫 分为一片轻松喜悦 绽放出的百朵道花 在光芒达到大盛之后 片片凋零 最后剩下两朵 圣洁如云 寒香土蕊 静静而立 众人皆是大喜 竟一下子出了两颗道果 一般而言 人们成就道果之境 只会留下一朵道花 结出一个道果 但是古云堂主这一次 竟一举结出两颗道果 长教 我太初教真要大兴啊 刚刚突破道果境 就能结出两颗道果 日后修为不可限量 听着众人纷纷道贺 黄龙脸上始终带着满满的笑意 抱 一道带着明显哭音的抱信声传来 众人听到结实一顿 禀报长教 在陈一波天节中 有一道闪电 从大阵中落下 冯元师兄为了救他师弟 身晕了 这个弟子满身狼狈 诉说这个消息时极度哽咽 冯元 莫非是碧珠堂的冯元 我记得他是先数镜七十丈啊 丁报长老 正是这个冯元师兄 抱信弟子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回答道 这 刚刚浮现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瞬间被沉重所替代 一个先数镜七十丈的弟子死了 这是太初教很难以承受的重创 黄龙脸上是一片暗沉沉的颜色 心中不禁泛起了色意 这么快 这天节就要带上学星了吗 今天一个先数镜七十丈弟子死了 那么明天呢 天节向来如此 一旦开始出现伤亡 便说明其威势已经到了不再是最初的样子 他将会更加威猛恐怖 更加防不胜防 降落的天灾越来越严重 不论是天火还是雷霆 不论是冰雹还是刚风 所有的一切已经无法以一箭之威 将其粉碎 从守山大阵中 没能拦截到天节 掉落下来的 也将更难抵挡大怪 金蕴含的能量也更加威胁 除此之外 秦浩轩还想到 笼罩着太初教威压 变得更加强大 其中那几位 濒临天神武帅的长老们 甚至有几个 也只能进入遮天翼来暂时抵挡 哎 皇帝风的大殿中 无形中笼上了一层厚厚的绸云 压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他们强迫自己不去想 下一场天节会发生什么 可是血淋淋的事实 就摆在他们眼前 令他们不得不思索 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 一个头发花白的长老 艰难地开口说道 长教 我们存粮阁中 剩余的灵骨不多了 若是这么下去的话 这恐怕撑不到最后 黄龙眉头皱得很深 自从他听到有弟子死亡那一刻 他的眉头就没有伸展开来 长教 壁竹子面上也是一片 满脸为难的开口 不仅仅是灵天 因为最近几次 弟子们受伤的人数 比较多也比较严重 我们壁竹堂中的丹药 也不多了 而且是想象的灵药 都还没有到成熟期 药割中的丹药恐怕 还能够再撑一个月 原本就沉重的气氛 陡然变得更加压抑 秦浩轩也是皱起了眉头 心想 天结至此 已经十分的可怕 如果灵天谷的丹药 供给不足的话 太初教的弟子 一定会受到重创 这该怎么办呢 我身上灵药也不多了 就算是现在去 决心度过去也不够啊 而且大多灵药在更深处 我现在依然无法到达 黄龙立在殿前 缓缓地闭了闭眼 他心念术转 心中思绪纷飞 灵天灵药 是太初所有弟子 抵抗天结的保证 如果没有灵谷 他们哪来的力气 去抵抗天结 受了伤如果不及时治愈 岂不是耽误了 他们的性命 爆 一个弟子满头大汗地 跑了进来 面上带着满满的喜悦 禀报长教 我们太初教的灵田 开始大规模地 成片成片地成熟了 一剂玉米几乎全熟了 而且二级稻子 也成熟了大半 什么 玉米不是还有三个月 才会成熟吗 以往的稻子 也不是这个时候收成的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 都是面色一阵 脸上满满的不可置信 充满着喜悦交加的神色 爆信弟子脸上也很振奋 他口齿凌厉地说道 掌管那边灵田的长老说 这是因为天结威压甚重 使得灵气全部聚拢 灵田谷中灵气四溢 所以才会提前成熟 好好好 天不亡我太初教 黄龙连声说好 有了这些灵谷 太初教弟子的饭食 才能够有保证 但是 由于灵谷中的玉米 成熟的太多 灵田那边人手不够 一时间无法全部收上来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圈 看向秦浩轩 秦浩轩一笑 传言给小金 令小金立刻带着他的猴子 去收灵田 幸好有秦长老的那群猴子 不然真是耽误大事呢 是啊 秦长老实在是我太初 一大兴 黄龙也笑呵呵地看着秦浩轩 拍了拍他肩膀 不错 不错 秦浩轩被众人夸奖 挠了挠头也没说什么 就见在补天阁 照顾行的弟子蒋赵 匆忙地跑来 当即脸色一变 蒋赵跑得是气喘吁吁 却还是一口气把话说完了 秦长老 行堂主的状态不好 弟子不敢大意 特来禀报 什么 秦浩轩身形一动 便如闪电一般朝补天阁而去 怎么了 秦浩轩匆忙地赶到药池边 看到行的面色更加虚弱 原本还能万一的积履契机 磨气已经要断绝了 他心头一通 如果可以取代行 代替地受这些苦的话 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 行周身好似火热的燃烧 每一寸都疼得不能自已 体表又陷在万丈的寒冰当中 寒意被刺得皮肤生疼 经历着如此冰火两重天的痛苦 他想大叫 却没有一丝力气 太痛苦了 行看见秦浩轩脸上的惊慌之色 稍稍地扯了扯 嘴角气若油丝地说道 行了 你就让我解脱吧 秦浩轩止不住地摇头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秦浩轩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慌慌张张地 从龙林仙剑中取出所有的灵药 但是他的手中的灵药 也剩下不过十株了 太少了 要去居仙毒蛊取妻才行 秦浩轩将一个通红的 白色的灵果 镇成粉末 缓缓地送入行的身体 行在这一株灵药的滋补下 周身如火烧冰冻的疼痛 稍稍减了一减 气息也趋于平稳 秦浩轩吓得快要跳出来的心 才又重新地回到了 他原本平静的位置 还好还好啊 他动作不停减 将十株灵药全部震碎 那精纯的药气 稀疏地送入了行的身体 形成了扯嘴角说 你这样真的没意思 真的太浪费了 秦浩轩做完这些 见行彻底地稳定下来 便半蹲在他旁边 勉强对行笑了笑 反问道 什么叫有意思 如果今天身受重伤 而躺在药池中的人是我 你会怎么做 行瞬间沉默了 然后他再虚弱地说 我会吃了你 反正都是要死了 你又那么强 给我吃了还能补补身体 也不亏 说完这些话 好像是用尽了 行所有的力气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静静地浮在了药池上 秦浩轩笑了 眼中带着色衣 还能跟我斗嘴贫嘴 证明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我再说一遍 我会救你的 你绝对不会死 十多种灵药 缓慢有序地为行传递着生机 行的呼吸趋于平缓 整个身体也稳定了下来 就在这时 补天阁的半空中 默地出现了一片魔气 这些翻滚着黑浪的魔气 犹如有生命般 在补天阁中探寻 终于是寻找到了行 一涌而下 天魔 秦浩轩打击 他本能地想要祭出遮天翼 才发现遮天翼 还在那群长老那里 连忙狂笑了一声 寒冰四散而出 稳稳地照在了行的上方 同时秦浩轩疯狂地运转起 道心众魔大法 滔天阁在一瞬间也运转了起来 但是 他强行地停止了滔天阁 只留下了魔族功法 在他体内运转 淡淡的魔气溢出了体表 他与行相交那么多年 是最熟悉行身上魔气之人 此时他的身体上溢出的魔气 与行相差无几 秦浩轩在堵 堵此时降临的那一抹魔气 根本就辨辨不出谁是行 果然那一抹魔气 在稍作停留之后 直接奔着秦浩轩而来 哪怕是天魔的一丝神石落下 秦浩轩都不能够如此轻易地把他骗过 但是 因为天魔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与天阶对抗 仅仅是降临下一丝意识而已 而这一抹意识明显没有多高的智慧 秦浩轩背生自由之意 运转灵法 飞速地夺门而出 纵然只是一抹没有太高智慧的意志 秦浩轩也不敢小觑 那毕竟是大魔神降临下的意志 自己本是再逆天 凭现在的实力也无法与之抗衡 飞速离开补天阁的秦浩轩 去哪个方向对他来说都十分的危险 绝不能将这么大的危险带给太初教 去哪好呢 秦浩轩的脑中忽然闪过一道白光 对了 还有个地方 决先毒蛊 那里面毒气弥漫 即便是道工竞强者也不敢进入 想来就算是天魔的一丝魔气 应该也抵挡不住 这里弥漫万千年之久的毒气 选定了方向 秦浩轩调动全神灵力 脚踩疾风般全速朝着绝先骨而去 逃窜的过程中 他几次都差点被身后快如闪电的魔气抓住 那股三寒之气始终缭绕在他身后 令秦浩轩起背发寒 寒毛倒立 仅仅是被这丝魔气逼近 他向来强悍的身体都感觉火辣辣的疼 这天魔的力量竟是如此强大 不行 我一定要好好守护刑 绝不能让天魔靠近刑 第833章 残酷教劫灭三成 临近决先毒蛊 秦浩轩因为要维持身上的魔气溢出 以及迅疾的速度 灵力险些干涸 这使得秦浩轩的速度不禁微微一顿 就是这么一顿 便被后方的一股魔气扑了上来 秦浩轩背上好像被脆了剧毒的铁爪抓了一把 疼得他半边身子一麻 他体内的仙术竟然在这一抓之下 迅速流失掉了不少的生机 秦浩轩暗了一声 强忍着背上的剧痛 继续加速地朝着前面的绝先毒蛊飞去 临近到绝先毒蛊的入口 秦浩轩周身的皮肤已经微微发疼 他能够感觉到 像是要将世间的一切全部腐蚀掉的毒气 已经在不远处了 就是现在 秦浩轩身体上突然泛起了一阵清郁色的光芒 一个周身滑光流转的清郁小人 被他用力地往绝先毒蛊中一扔 周身肆意的魔气 也全部转移到了那个小人的身上 与此同时 秦浩轩猛地往土中一顿 眨眼间便陷入了地底树石里 所有的这一切 不过是在一息间就被完成了 那个清郁小人 正是秦浩轩修炼清郁替身术 所修炼出的一尊替身 这还是秦浩轩第一次 使用这个清郁房的秘书 躲在树石里 深的地下的秦浩轩不住地祈祷 那个小人能将天魔的那一抹魔气 给骗过去 那一抹魔气 追到秦浩轩遁地的地方 只在原地停了一秒钟 便瞬间朝着不满与形相同 魔气的清郁小人的方向 急速飞了过去 清郁替身怎么可能抵挡住 那足以消失万物的毒气 一进入绝前毒蛊 清郁替身便在剧烈的腐蚀之下 化作一堆灰粉 随着狂风消散于无形 那遍布全身的魔气也随之消散 天魔的一抹意志 追了进去之后发现 失去了目标踪影 极度危险的预感弥漫了上来 此时这一抹魔气 想要撤出可是完全来不及了 铺天盖地的毒气瞬间而至 轻刻之间就将这一抹魔气给溶解掉了 九天之上传来天魔的一声狂吼 如同能够劈裂大地的雷鼓一般 震得太初叫头顶的结云都颤了三颤 连自己已经附在小蛇身上钻进 绝前毒蛊的千浩轩 也差点被这声怒吼给震晕 诶 他惊奇地发现 被消解的魔气已经化作了 绝前毒蛊的肥瘦养料 外围一大片灵药 在魔气消融的瞬间 放出了灿灿的光滑 在他眼前的一株金莲 原本只有一根漆黑的枝干 被消融的魔气滋养之后 竟然生出了淡金色 如婴孩拳头大小的花孤道 这魔气真是绝佳的养料啊 秦浩轩暗暗地欣喜 绝前毒蛊之中 每一株灵药的形成都是需要十几年 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 有些格外珍惜的 甚至需要成百上千年 可是现在有了魔气的滋养 这一片灵药 极有可能在半年的时间内成熟 对于太初教而言 绝对是幸事 仅仅是天魔的一丝魔气 就能够做到这些 如果魔气再多一点 绝前毒蛊里肯定会有灵药遍地 秦浩轩喜滋滋地看着这些灵药 虽然知道天魔根本 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 这一次能够逃过一劫 已经算是幸运至极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象了一番 离太初教十几里的山顶 刚刚从太初教中传出那个声音 西极教的一个长老 脸上带着明显的惊讶之色 欲言又止 几个修为低一些的散修 因为受那一声吼叫所震 口鼻流血低声哀嚎 西极教的掌教太学真人 看着九重天上一股正在急速消失的魔气 缓缓地说道 那应该是传闻中的贤解天魔 天魔 天魔怎么会在太初教 难道太初教中有什么重宝 惹得天魔寄予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太初教肯定有宝贝 惹得天魔都在探位 天哪 是什么样的重宝 怎能惹得仙界魔神都现身呢 一定是十分了不得的宝贝 天魔 那可是传闻中如同仙一般的存在 天魔天仙 几位长老越讨论越是兴奋 一个个掩放精光 魔拳擦掌 恨不得立即冲进去 将那个宝贝给抢过来才好 太学真人听着几位长老的议论 轻轻地点了点头 眼里也露出了贪婪 上面则是一片沙发之色 既然这个重宝被魔神看上 就一定不会在天界中破碎 到时候我们攻入太初教 将它抢过来 是 绝先毒蛊中 钱浩轩仔细查看这几株灵药之后 心中喜悦更甚 有了魔气的滋养 所有的灵药的药性 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纵然这些药 现在只是花咕咚 但是那些淡淡地 环绕的晶莹光芒 满满的溢出的清幽药香 都显示了成熟之后 将会大放异彩 可惜还不能现在采摘 只能等所有的灵药成熟之后 再来一次了 钱浩轩微微地叹了口气 仔细积了下所有要将成熟的灵药位之后 便离开了这里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 太初教的弟子死了三成 还有一成的人在疗伤 再无战力 英灵山上竖起了无数盖着新土的坟墓 太初教的弟子们 甚至都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兄弟姐妹 好好办一场葬礼 总是匆匆忙忙埋了之后 就立刻投入下一场战斗 十一个月的时间 青山悠扬 绿水从从的太初教 当初的面貌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到处都是能看到天灾降落的痕迹 坍塌的电雨楼台 烧焦的土地 被掀血染红的地面 精巧的山路上 被砸出一个又一个的坑巴 甚至有一座大山被削去了山峰 太初教的每一寸土地 都诉说着这一年来的惨烈 所有弟子都经过了天洁的洗礼 经过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怖 也经历了兄弟姐妹死去的悲痛 他们的脸上早已经不再有当初的聚色 而是患上了永不服输的刚毅 没有一个人放弃 也没有一个人在天结毁灭 威势下崩溃 最后的这几个月中 每一天都好像与死神争命 而闭眼休息 则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轰然而落的天灾 无论是天火还是雷霆 无论是冰雹还是刚风 每一个都如成人般大小 太初教已经不再以人力击碎天灾 而是记起了一座玄规阵法 用阵法硬扛天结 玄规阵法暗含天地阴阳八卦之变 如上古神规 龙手蛇尾背负大山而起 众人合力将滚滚似大河的灵气 注入其中苍绿的光芒盈盈而出 如同一头真正的神规 跨越万千年的时间 从上古洪荒而来 沉宁而稳健 气势逼人昂首一扬 似能够顶破天空 八卦阵法精妙的闪现 每一处的变幻都是玄傲无比 灿金的符文时时晃动 引动天地之力 劫云之上的星辰都与之共鸣 天结轰然而落 与玄规阵法相抗之后 却依旧无法被完全消灭 有一部分散落而下 这一刻所有人的速度 则都是快到了极致 奔赴各地消灭落下的天灾 第十一个月的最后几天 天结可怕得像是要将太初叫碾碎 几乎每一个时辰都会有天结降落 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 秦浩轩从没这么累过 甚至几度与死神相撞 以此 一道几乎没有被削弱过的雷霆 直冲自然堂而去 害得他神魂一阵 以身相搏 九天之上雷霆之力恐怖万分 击碎了他所有的防护灵法 直接打在了他的身上 那一刻 秦浩轩只感觉全身的骨头 都在雷霆下碎裂 皮肤裂开了一道道口子 鲜血蹦出 在无边黑暗侵袭的瞬间 秦浩轩神念一转 便使用了轻欲替身术 然后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甲肉化身做血物 满面破碎绝望的徐宇 看到原本以为死在的秦浩轩 完好的走出后 轻刻间崩溃哭成了泪人 天洁无情 稍不留意 就可能葬身其中 所有人每一天都紧绷着神经 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几个月的时间 恍如几十年般漫长 太初教所有弟子的修为 都在这几个月中暴涨 古云子迈入道果境之后 至今仙树镜上已经有五颗道果 每一颗都是光芒大蛇 流光夜彩 闪动着大道的气息 黄龙的仙鹰高达九丈 参天的仙树之后 是一座道宫光影 战力无限 每一次天节降落 太初教中都是仙树弥漫 降云迭起 灵气翻滚如沸腾的海水 皇帝封上 一到天节过后 黄龙带着树人站在皇帝丰 正在修补玄规阵法上 被破坏的部分 夏云子刚刚从补卦坛下来 他急速到了皇帝丰 对黄龙说道 长教 三次卦象都显示 天节还会再持续一个月 夏云子此话一出 很多人脸色都变了 孙薇护法皱着眉头说 这几天的天节 降落得越来越密集 玄规阵法都有些承受不住 若是再来一个月的话 苏百花摇了摇头说道 最后一个月 天节降落肯定会更加迅猛 威势也会增加 哎 五千年的教派大劫 竟然如此可怕 几个人的眉头 都紧紧地皱了起来 黄龙修复完毕之后 副手而立 遥望风顶翻涌的劫云 神色深沉如海 张教 逼竹子看向黄龙两鬓发白的头发 还是咬牙说道 张教 耀哥的丹药已经不多了 恐怕支撑不了这最后一个月 第八百三十四章 浴火重生八百张 逼竹子已经说得非常委婉了 其实药阁中所剩的丹药 别说是一个月 恐怕连十天也撑不下来 随着天节是越降越猛 教派中的弟子伤亡人数 也在急速地增长 特别是上品灵药 基本已经用完了 补天阁的数十个阵法 需要灵药浇灌 张教 我们 黄龙脸色深沉 他沉声道 田中的灵药 也都用完了吗 逼竹子叹着气 点点头 就算是天节之危 简短了灵药的成熟时间 但是也供不上太初教 这几个月的消耗啊 我们毕竹堂的上品灵药 只剩下一批种子了 可是 这批种子不能用 所有人都心里清楚 如果现在就将种子用完了 就算它们扛过天节 没了根基 那么谁来维持 一个诺大门派的需要 黄龙 眉头也是深深地皱了起来 这怎么办 秦浩轩神色一动 脸上甚至带了一些笑意 他昨天趁着休息的时间 去了一趟绝先毒蛊 那片灵田刚好成熟 所以就全都摘了下来 这么巧 今天正好 太初教的灵药 告庆之难 秦浩轩走上前说 张教 弟子这里有一批灵药 什么 所有人都把眼睛 放到了秦浩轩的身上 秦浩轩将龙鳞剑打开 从里面取出了 数百种灵药 每一株灵药 都是滑光灿灿 晶莹闪烁 整个皇帝风 都被这股浓郁到 像是要滴出水的药箱包围 毕竹子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只是围着这一堆药材转圈 嘴里不住地喊着 好 好啊 好药 黄龙脸上露出了爽朗的笑意 拍着秦浩轩的肩膀说道 好小子 我太初叫有你 是我叫大姓啊 秦长老果然不凡啊 秦长老 竟然能够拿出这么多灵药 真是我太初叫弟子的福气 一华真人眼神复杂地看着 被众人称赞的秦浩轩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但是也忍不住想 这么多的天才地宝 秦浩轩是从哪弄的呢 虽然已经拿出了很多 但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私藏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不把这么大的资源告诉大家 如果告诉了我们 说不定没准 会弄到更多 副长叫神色阴沉 那样想着 心中越发感觉秦浩轩这个人不单纯 他一心觉得 如果秦浩轩能够早点将灵药拿出来的话 太初叫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现在大家都着急了 灵药真正的十分短缺了 才拿出来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想拿这些东西来提升自己的威望 提升在太初叫的地位 想到这儿 副长叫看向秦浩轩的眼神更冷了 在他看来 秦浩轩这么做 完全就是自私自利 为自己谋取福利 秦浩轩感到一股阴沉沉的眼神扫视着自己 于是顺着这个眼神看去 就看到副长叫一脸不满地看着自己 秦浩轩的心思一转 就明白了这个副长叫 心中所想了 当下就想翻白眼 这个副长叫还真是处处针对我呀 肯定认为我是故意在这个时候 才将这些灵药拿出来的 秦浩轩虽然明白 但他也懒得解释什么呢 人呢 一旦对另一个人有种成见 那是很难修改成见的 如果不是因为天魔的那一丝气息 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灵药 当初我被天魔追的时候 你在哪呢 现在就在这质疑我 别说我不告诉你啊 就算是说了 你能进得去吗 哄 天劫再次来临 没人再说话 全都化作一道道闪电 朝着各个方向而去 霹雳的闪电划过长空 带着骇人心神的恐怖威力 天火乱窜 冰雹四起 高不见顶的仙树一颗颗的展开 被各色光芒包裹的稻果 晶莹可见 几个巨大的仙鹰双手飞舞 无数涌动的灵气汇聚而来 苍绿的神色的玄规 阵法八地而起 地动山摇响彻一方 太初教之外的山峰上 几个道袍偏飞的西极教高层 默默地朝这边注视着 劫云翻滚 似要搅动天地 天劫如此可怕 太初教真的能够扛得过去吗 一个太上长老 俯着自己长长的胡须 皱眉说道 如果是我西极教的话 面对如此巨大的天劫 恐怕是扛不到现在 太初教却依然稳健 他们的底蕴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啊 西极教掌教太学真人 十分缓慢地点了点头说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太初教熬过之后 降下的甘霖肯定会更多 他们手中一定存有一批高端的灵药种子 等待甘霖落下的时候种下 太学真人真是紧紧讲话说了一半 几位太上长老都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 我西极教这次要发了 陈太初教教节过后最弱的时候 发动进攻 不仅能够得到重宝 更是能够得到一批天才地宝啊 太初教内 这一次落下的天劫更加的猛烈 天火火焰刚刚露头 就让所有人感觉到那股烈度 刚风四起并胡乱地舞动 瞬间就削平了一座山峰 玄归阵法光芒大盛 带着生机的色泽从太初教蔓延出去 毫无畏惧地迎接了 狂风咒语般的天灾 呼 无形的阴波四射而出 几个仙树镜的弟子 在这个时候 心神顿时不稳 被这阴波撞得是头昏脑胀 口鼻溢血 其中最弱的那个更是直接倒地身亡 玄归接了这一击之后 巨大的阵法之上光芒瞬间暗淡了一下 似烛火将熄 明显受到了重创 出现了数个有裂痕的破口 巨大的雷霆直接穿过阵法而去 瞬间化作了一只被生双翼的雷霆猎鸟 这一只鸟身长竖杖 全身都由雷霆构成 体表一层紫色闪电 发出霹雳的声响 飞笑在太初的土地上肆虐 随后天火冰雹刚风等纷然而下 火焰堆积而成的巨人狂吼了一声 所过之处熊熊火焰四起 冰雹画龙 摇手摆尾横冲直撞 刚风无形 化整为零 凝聚把一把把的食指大小的锋刃 带着无尽的锐气射出 所过之处鲜血遍地 太初教内如同一片真正的修罗战场 喊杀声震天 狂吼怒笑 杀意沸腾 无人畏惧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遇上天灾化成异兽 所有人都退去了一开始的慌乱 弱者后退 强者上前 阎阵以待 浴血杀敌 天火化形的巨人在狂暴地肆虐着 两个弟子瞬间被烧成灰烬 快快去请秦长老 这座山峰上的弟子虽然是非常的焦急 但却毫无慌乱 这种事情任何人经历过 那么多次都会习惯的 遇到天火化成的巨人 就算是四大堂都要远远地退避 整个太初教里 除了先阴道果境的强者 也就是仙术中蕴含寒冰之力的 秦浩轩有一击之力 秦浩轩根本不需要人情 一感受到这里的热度 刹那间就赶了过来 还未占定 寒冰之意就四散而出 四条全部由寒冰构成的冰龙昂首冲了上去 瞬间将两个火人给消灭 秦长老威风 秦长老干得好 巨人被灭了之后 秦浩轩就收回了寒冰之气 不然这些弟子就要被冻着了 秦浩轩稍稍地朝这些弟子摆了摆手 心下微微地感叹 自己身体的寒冰之气是由先王在远古时期 取自天上寒月 本就可以遏制世间一切火焰 但是每次面对火居人都必须倾尽全力 才能够一招将他们灭掉 这些天火实在是不能小觑 这最后的天节着实怕得吓人 秦浩轩甩了甩脑袋 化作了一道闪电 冲下了另一个战场 近一个月的时间 太初教又有一个弟子死去 鲜血几乎是染红了整个地面 落下的天节更多更快 威势也更大 几乎是没有停歇的降落 放眼望去 太初教所有人满身的血污 衣袍破碎 凌乱的头发全都是胡乱地竖在脑后 有几个人甚至因为头发被火烧了一半 而肆意地披散着 他们的脸上竟是十分的难看的惨白 尽管身形狼狈 所有弟子眼中却是闪着必胜的光芒 神情坚毅 经过天节猛然的洗礼 所有人都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 根根刚鼓 坑枪作响 那昂扬的斗志在残酷的战斗中 如熊熊烈火 能将天目烧破 就算是面对死亡也无所畏惧 他们事与太初教共存亡 秦浩轩看着头顶的杰云 杰云正在轻轻地晃动着如何平和的海面 没有一丝波澜 看上去纯净无害 纯净无害 怎么可能纯净无害呢 看一看英灵山上新翻的黄土 数一数太初教现在的人数 一年之内四成弟子壮烈身云 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最后的平静 八百丈的仙术在秦浩轩的身后静静地助力 他苦笑 这一年的时间修为暴涨 怕是要顶上百年的苦修了 有了一定的修为的弟子都会趁着这短暂的平静期盘膝打坐 修复伤口积累灵力 为最后的大战做准备 而年轻一辈的弟子全都在抢修着魄力的玄规阵法 其中有无数的猴子在小金带领下一同抢修着 一位长老看着数量庞大 动作又比那些年轻弟子都熟练的猴子 欣慰地叹气道 幸亏有亲长老这么一大批猴子 不然大阵一时半刻还真是难以恢复 这数千只猴子基本上不受天节影响 数千只在小金的带领下 个个体力昂扬 修复起大阵不比那些弟子弱 还有隐隐比他们更快的迹象 看到这些猴子忙碌的一幕 太初教终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秦长老 长教请大家去皇帝风 马上到 秦浩轩起身 背声自由之意 眨眼间就到了皇帝风 黄龙高站在大殿之中 他的两鬓已经斑白 无形中为他添了一抹沧桑 夏云子站在黄龙身边神情坚定 所有人都已经来齐了 黄龙的目光缓缓扫过他们沉声道 根据夏堂主的推演 今日是我太初教教节最后一日 今天还剩下最后三道天节 扛过去 我们太初教就会赢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算是半只脚跨入了万载大教的门槛 所有人脸上都显出了喜悦 太好了 太好了 最后一天最后三鸡 黄龙轻轻地看了眼店外的天节 没有说话 夏云子很艰难地出声 声音缥缈 如同从天际传来 最后三鸡 也是将威力最强的三鸡 强度无法想象 理论上我们太初教连第二鸡都扛不过去 净 极度地静大殿中蔓延着 如果连第二鸡都扛不过去 那抱 一个弟子匆忙来抱 禀报长叫 山府中的诸位长老想见您 秦浩轩能够明显感觉黄龙身体一僵 浓重的悲伤从他脸上一闪而过 知道了 我这就去 黄龙的声音中带了一丝悲伤 却被他死死地藏着 只能将坚毅与淡定留下 随着黄龙再次进入皇帝风的山腹 所有人的心情沉重 仿佛背负着高山而行 那压力是要将人的脊背压弯压碎 每走一步都感觉胸口发痛 他们都知道 这些老人为什么要见长教 黄龙大步而入 来至他们面前 单膝跪地 深深地垂手一言不发 他们是想用自己的命 为太初争取一丝存活的机会 所有人随之跪下 有几个弟子哽咽出声 那是他们的师祖啊 那些老人们却是十分地平静 淡淡地开口 如同话家常一般对他们说道 我们每个人留了一件衣服在这儿 上面都有名字 肉身恐怕是留不下了 英灵山上多几座衣冠种也是好的 黄龙响应怒 可是他的嗓子有些色 有些疼 说不出话来 只能深深地点了点头 黄龙身后的人大哭着 有人死死咬着自己手背 好了 我们能够撑到现在已经非常满足了 他们平静的面容甚至还带着嘶嘶笑意 太初教的这一方天地骤然变黑 山腹内的灵火随处晃动 一股恐怖的胃压瞬间而下 轰隆隆的雷鸣 如千军万马在咆哮 就像是整片天空都压了下来 这些人全部起身 神情坚定 面色平和 年轻人 谢谢你 其中一位台上长老摇摇地对着秦浩轩说了一句话 秦浩轩手指 墨地转紧 心头无限地酸涩 眼眶发红 却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切 百花呀 这是老婆子生前倚仗的小东西 以后也用不上了 就给你吧 关键时刻能够保护你也是好的 土孙啊 这是我太师傅传给我的 今天就给你了 好好利用 守护好太初教 上百名老人将自己生前所用器物取出 放到他们刚刚坐的地方 整个山洞光彩四溢 划光流转 那些器物全都是这些老人们 用来傍身的宝贝 这一次他们全都留给了自己的弟子和子孙 天节之后一定会有人祸的 人祸我们是帮不了了 你们都要做好准备 好好的 黄龙起身眼眶泛红 听闻此话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 神叔放心 黄龙拼死也会守护太初无忧 好 几个老人面上的露出笑意 彼此对看了眼 行了老家伙们 咱们走吧 走 几道绚烂的流光从山户中冲出 落到了皇帝风的几个阵眼之上 剔下了那些弟子 第一道天节由他们来守 云雾风上霞光弥漫 老祖立在风顶摇摇地看着这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兄弟们 全身笼罩在一片白光当中 看不清表情 天空中的节云变得深沉如海 像是奔腾的大海泛起了浪涛 大地为之震动 来吧 一声响彻长空的轻笑发出 秦浩轩眼角落下一滴泪水 同时纤树莫地出现在身前 轮回阵法骤然地发动 弥漫着先王气机的道法 遍布在这些老人的身上 起 鲍鹤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立在太初皇帝风上的所有弟子都眼眶发红 泪水流动 没有一个把事件离开他们的 这些长老没有动用玄规阵 而是自己以肉身为阵眼 以毕生的修为作为符文 冲天而起 祭出一座类似于玄规阵的阵法 酝酿已久的第一击天节终于落下 如同大山般粗壮的闪电炸裂而出 整片节云之下全是闪电 天空碎成了无数块 炸裂的闪电 仅仅是声音就已经让人无法承受 音波似实质地飞跃 虚空穿进了每个人的耳中 齐浩轩只是感觉自己的神石之海猛地沸腾了起来 闪电的炸裂声音如夺命的古典 震得他站立不稳 头痛欲裂 冷汗连连 最终血液沸腾 灵气在体内乱窜 竟然有些走火入魔的势头 他强行打坐 根本无法平稳心神 强悍如他 最终也是一口鲜血 哇的一声吐出 一些弟子躲在防御阵之下 都难逃这一劫 刺耳的炸裂声瞬间让数十个弟子惨叫着死去 雷霆霹雳 从节云中爆裂而出 铺满了整片天空 一道道闪电看似缓慢 却轰然而至 四方云洞 天地塌陷 走 八道光阳率先冲出 修仙者与仙术合二为一 化作树道遮天蔽日的光芒 将阵法拉起 整座太初教顿时绽放出盈盈的光彩 那炫目的光芒汇聚到了八位长老 所有的一切 浑身的灵力 毕生的灵法 最后的寿源 全部都凝聚到了这个阵法当中 随着阵法被激发 其余的众长老 飞身而起 所有人的道法在这一刻汇聚 滔天的灵力飞散而出 形成了一道恐怖的能量波动 震慑而上 数百道光影如流星般射入空中 朝漫天而下的雷震闪电狠狠地砸去 这是太初向天争命的力量 这是太初反击天的力量 这是太初无畏天地的力量 巨大而铺满整片天空的雷震 竟然背着一百多道光影冲得四分五裂 轰然消弭 一名太上长老向上冲的过程中 将雷霆主之干撞碎 左肌右撞 冲是猛烈 两只胳膊手臂在不断的冲击中 被狂暴的闪电 炸裂成数段 却依旧不减其速度 更多的长老以自己的肉身 将闪电撞碎之后 也在霹雳的声响中化为了血雾 但是没有一人停息 即便双手双腿都被炸裂 即便身体被炸得粉碎 那最后的神识小人依旧破体而出 迎头撞击过去 这是真正的神魂剧面 他们以以往无前的充实为太初 写下了一篇悲怆的英雄史 撞碎漫天的天灾之后 仅存的七道光影 全都吼叫着冲入了云层之上 那浓厚的不可撼动的劫云 竟然被捅出了一道缺口 劫云的力量 都因为这一个撞击削弱了不少 最后只要一道光芒从劫云中冲出 立在劫云的巅峰朝太初教看来 所有的太初教弟子 邓时全都跪在了地上 巨大的悲痛 令他们痛哭到不能自已 劫云之上的长老 看着被完全击碎的第一道天结 面上带了一丝笑意 然后如同琉璃般寸寸碎裂 最终消失于无形 一百多位长老全属陨落 狂风碑好 卷起了所有弟子的泪水与哭声 群山轰然作响 海浪长啸 天地同碑 那不只是接下了天结 也是击碎了天结 将天结弱化 以图后面两击的天结 无法发挥出最强的威能 也只有这百味硕果 用尽升华的燃命一击 才能够做到这种效果 才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收起你们的悲伤 现在还不是时候 黄龙飞身而起 狂风吹得他整个人 衣袍咧咧作响 两鬓白发随风乱舞 他神情刚毅 立在沸腾翻滚的结云之下 似上古天神般令人震撼 他的声音响彻天地 似大力敲击的战鼓 响在每个人的心头 一百五十七位长老 为太初而陨落 大家在看眼英灵山 几千名弟子 在这一场教劫中 壮烈牺牲 太初的祖先 都在看着我们 看我们能不能对得起 这些弟子的牺牲 五千年的时间 太初教一步一步 走到了今天 是由无数先烈 拼死相互的结果 最后一天 最后两击 我们一定要挺过去 不然拿什么面对 列祖列宗 拿什么面对 在这场劫难中 死去的弟子 拿什么面对 用生命庇佑你们的长老 挺过去 太初会成为万载大教 会成为无上大教 会成为古派 最终 我们全教都会举教飞仙 第三百八十六章 天节刚过 人祸之 黄龙的话 如碎金裂玉 一句句的轰然厚出 似能积山裂地 震得整个太初教 都在微微颤抖 收起你们的眼泪 收起你们的哭号 太初的先例们 还在看着我们 在看着我们 听过最后两击 你们才有资格哭 不然就算是死 也没有连在九泉之下 见列祖列宗 还有最后两击 你们有信心吗 有 始于太初 共存亡 吼声震天 将背豪的狂风 都震碎了 太初教的所有弟子 全都擦干眼泪 回到自己的位置 神情上面 是一片坚毅 每个人 都如同一把 出窍的利剑 纵然知道 前方是一个 几乎不可能 撼动的庞然大物 也毫无畏惧 夏云子站在 落到原地的黄龙身边 微微垂手 眉头紧皱 嘶哑着声音 对黄龙掌教说 掌教 我们的弟子 还有很多都没有恢复到 能够一战的地步 这第二季的天节 恐怕也扛不过去 黄龙覆手而立 听到了夏云子的话 却一言未发 他身上有着一股 大海般的沉着气息 站在皇帝封顶 如同一根顶天柱 永不回 听到我这种感觉 明天记得 也得说 有什么 我们这种感觉 来看看 你已经有着一种感觉 感觉 写的 现在给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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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千年之久的山剑瞬间被惩发干净 灼热的气息烧得众人面色发红 皮肤剧痛 整个人的身体像是烧起来一般 完全无法忍受 十数个弟子身上的衣物轻刻间被点燃 哀嚎地在地上打滚 在饱受火焰燃烧的痛苦中死去 天地间好像只剩下了无尽的灼热 整座太初教如同深渊 岩浆地狱般惨烈 云雾风上霞光莫的大盛 老祖冲天而起 一道好似要冲裂天空的灵法瞬间而出 远方那条紫金的巨龙 咆哮而至 万民身上的祈愿灵力 已然在前方 碧海滔天 华裔道人没有任何的阵法 仅仅只是凭借着降龙国皇族 与龙器与万民请愿 至精至成的灵气 在附上自己一身修为 打出了太初教一道 根本性的灵法 碧海滔天 诺大的道功虚影闪着异议之光 老祖鹤发飞舞 全身金光大盛 汹涌的灵法 似汪洋无边的碧海 狂风卷起巨浪 将兜头而下的天火团团包围 瞬间熄灭 茫茫雾气冲天而起 整片天地 难以承受热浪缓缓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 如同海水般的清凉 老祖被灵法与天火相撞的时候 冲击震开 深入坠空的红雁 急速落下 老祖 师伯 数十道人影 飞空而骑 试图去接下老祖 但是那相继震开的能量 实在是太剧烈 秦浩轩还未接近老祖 就被那能量波动反冲了下来 在地上倒退三丈远 才看看地稳住身形 最终是黄龙破空而上 将老祖接住 然后稳稳地落地 师伯 老祖嘴角流血 眼神有些混乱 他身后那座巨大的道工虚影 都变得有些模糊了 秦浩轩深深地皱着眉头 道工竟实在是太难逾越 这一年里太初教的每一个弟子的修为 都是爆发式的增长 跨步的前进 老祖与所有弟子一样 为抗击天节做了很多贡献 如此害人的大劫 经历了一年之久 老祖却仍旧没有走完的半步 依然是停留在道工境的入口处 天节第二机 他们接了下来 此时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上空 心中坠坠不安 第一机 雷霆之节 是一百五十七位长老 以命相搏扛下来的 第二机 天火之节 是半入道工境的老祖 与降龙国的皇族的龙器 再加上降龙国所有人民 至诚至义扛下来的 第三机呢 第三机会是什么 难道是刚风 或者是冰雹 有可能是所有天灾 掺在一起 很多人都在揣测 心中都在想象 若是这些东西 他们该如何应对 快看 节云散了 什么 果然天上如同十万大山 压境的节云 正在逐渐的消散 整整有一年的时间 没有见到过 悠悠蓝天露出一角 难道天节过去了 没有第三道天节 他也出窍 很多弟子脸上 都是带着不可置信的喜悦 不对 秦浩轩眉头紧皱 心中不祥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 他猛然地转头去看黄龙 黄龙也是一脸的阴沉 如临大敌的模样 天上的节云 依旧在飘散 丝丝缕地往两边散开 有微风拂过 那节云在微风吹过之后 就好像普通的云彩般地消散了 眼见天上露出晴空越来越大 可是一股无法承受的恐怖压力 骤然袭来 秦浩轩只感觉自己身上的寒毛都立了起来 好像有什么毁天灭地的庞然大物在靠近 准备 那股极其恐怖的力量刚刚出现 黄龙便飞身至半空 如同不败的战神 吼出两个字 似能劈天裂地震到每个人的心口 刚才涌上心头那些出路头的喜悦 完全被一股沉重所替代 没有一个人懈怠 全都在一瞬间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玄龟阵为第一层 护山大阵为第二层 源源不断的灵气 如同奔勇的大河涌入这些阵法当中 黄龙站在皇帝风的主阵眼 老祖强撑着身体站到了第二个阵眼 所有人就位 劫云散得越来越快 原本只是微微移动 现在却像是逃散一样 狂风卷着劫云瞬间消散 仿佛在为一个他无法招架的东西让路 秦浩轩浑身发凉 身体紧绷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苍穹之上 很快一个黑点迅速落下 相隔百万里都能感受到 那铺天盖地的力量 那是什么东西 无法预知的恐惧太折磨人了 纵使太初所有弟子 都经过了一年的天节磨练 在这一刻却还是忍不住 毛骨悚然心惊胆战 黑点越来越大了 降落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还在九重天之上 就已经将整个太初教覆盖了下来 白昼变黑夜只是一瞬间 那不是什么黑点 是一颗星辰 极具的速度带起一阵阵灼热的火花 星星的火雨落下 就能够将太初的一座山峰削平 那是一颗星辰 巨大的星辰表面是一层浓厚的黑气 旋转缭绕 似魔鬼般带着浓浓的死气 最后一击竟是从苍穹之上 落下一颗星辰 那恐怖的力量令人胆战 似乎无法完全阻挡 比之前任何一道天节都要强大 太初教所有人的心 在这一瞬间都沉了下去 朕齐 黄龙的声音依旧沉门有力 如同一面旗帜 明确地告诉众人 不论太初遭到什么 永远不要退缩 奋力迎战 刚风从黄龙身边四射而出 已经变得花白的头发随风舞动 他如远古的战神 高立在空中 周身灵气四溢 高不见顶的仙树 在他身后熠熠生辉 气势凛然 一座光影状态的道宫 若隐若现 黄龙单手持剑 剑身流光溢彩 有一层烦傲难懂的符文 流转其上 剑锋锐利无比 能够轻易披荆断育 光芒从剑锋上吞吐不定 丝丝溢出 紫色闪电缭绕其上 琵琶作响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他身上四散开来 带着无限的战役 拼了 吼叫声从太初教的四面八方响起 无数灵法疯狂地涌入玄龟阵 苍绿色的玄龟在完全的黑暗中散发着 盈盈盈的白光 恍若背负青天而起 沉冥而稳坚 从巨龟身中伸展出来的龙头昂然地挺起 身至半空直直地朝着那巨大的星辰砸了过去 龙头如最坚硬的金铁般将那一颗无际的星辰撞碎 四三的碎片各个似小山般高大 带着破空声轰然落了下来 黄龙面色沉稳 无以畏惧 手中的宝剑光芒打盛 如同烈日耀眼的小太阳 他双手持剑 猛然地朝着漫天的巨大碎块劈了过去 剑气呼啸而出 无与伦比 无坚不摧 发出一股如同汪洋般的恐怖能量波动 风锐之气带着琵琶作响的紫色电光 瞬间铺满了整个太初教的上空 将如山一般的石块 敲得只剩下一个人的大小 黄龙劈出那一剑之后 在猛烈的撞击之中 莫得从半空中坠下 却死死地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轰 如同成人般大小的石块冲天而下 尽管已经经过了黄龙的披斩 却依旧威力无穷 竟然能够将整座玄规阵瞬间砸碎 玄规阵上星星点点的光 随着碎裂的阵法四散而出 轻刻间熄灭 巨大的压力终于到了众人的头顶 太初教光彩骤盛 无数的仙术冲天而去 盈盈的光辉交替闪耀着 无数的符文从所有人的仙术上 飞速凝聚至护山大阵中 将他们全身的灵力都凝聚在其中 死死抵抗着那毁灭天地的压力 啊 死心裂飞的惨叫此起彼伏 浓厚的血腥味瞬间弥漫 数十个弟子被恐怖的威压当场震碎而化成一片片血雾 随四窜的狂风而消散 消失在天地之间 太初教的弟子们全都红了眼睛 仍在咬牙坚持 哼 巨大的星辰在经过玄规阵后的力量已经被削弱了很多 却如同苍天般坠落的恐怖 将守山大阵震得摇晃不止 求生的意志令整个太初倾尽全力的灵法 汇聚成了一道宏大的法术流 流光一彩所向无敌 以开天烈地之势披下了那无比庞大的星辰 哼 巨大的冲击力 将所有人都震得五脏位移 心身不稳 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十多个长老当场仙术裂开 虽然没有破碎 但是也是动摇了他们的修行根本 自拉破碎声从头顶船来 萦绕着团团黑系的星辰被他们这最后一击击碎了 化为了漫天的光点 消弥于天地 守山大阵遭受此一重创 机遇破碎 小剑 秦浩轩单腿跪地 身上多处皮肤 在那股撞击大力下开裂 鼓鼓的鲜血流出 而吼出这两个字 硬是将他喉咙中的血都震了出来 他的话竟然是随着鲜血喷发而出 小金比任何时候都灵力 双手比回了几下 数千只猴子迅速快得像是一阵风 瞬间布满了整座太初教 一部分猴子将重创的人背进了补天鹅 其余的猴子则是疯狂地修补起了破裂的阵法 天节度完 众人没有一丝喜悦 太初教弥漫着一层壮烈的悲凉 没有人说话 全都已经开始忙碌着疗伤救人 修补阵法 没有丝毫的懈怠 因为人祸将至 太初教十几里之外 早就已经等候了多时的三方势力 第三道天节落完 轰然间海沙声震天 清朝而动如同漫天的飞黄一般涌向了太初教 兄弟们冲啊 将太初教一举给灭了 杀光他们把宝贝都抢了 三方势力 散修 残教 西极教各站一边 人数多到数不过来 每一个人的眼中都冒着贪婪之色 彼此互相提防着 像是疯狗一般冲向了太初教 第837章 四方云洞 斩太初 五千年教节会将太初虚弱到何种地步 五千年教节后的天降恩泽又会是何等幸福 教节从来都是悬挂在所有修仙大教之上的一把天伐之剑 传闻有教节只是一击 那一击可以撕裂苍穹 那一击可以令大地沦陷 那一击可以令大教消弥得无影无踪 传闻 有教节长达百年 甚至千载不止 有无上大教 便在千年不息的教节中被生生的磨灭 太初教的教节不足四年 却也是足够惨烈 西吉的人很清楚 这四年来他们一直在观察 西吉的人很明白 不论是基于同秦浩轩的个人恩仇也好 还是说为了西吉能够安然度过教节也罢 这太初必须得一抢 抢光太初 灭掉太初 便是能度过五千教节 只要有太初的资源在 那么度过教节之后 便是万载大教盟主教出现 想要登门讨伐为太初被灭出头 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西吉残教散修 三方势力在这一刻疯了一般 朝着太初教席卷而去 千百条灵法在空中汇聚直扑太初 轰 一杆黑色大旗从天而降 漠黑的灵法震慑而出 将这三方阵势 冲在最前方的数十个弟子 接近大城碎片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便被那黑色大旗吸收了 魔修战旗 三方势力为之一愣 难道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魔修也在此 寄予太初教的恩责 是何妨魔修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你们这般不要脸的 你们这群自称仙道的东西 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呀 战旗之上 华万古 周身鬼气缭绕 一串骷髅头挂在身前 各个散发着黑色的鬼气 空洞的眼眶中 有着悠悠的两团绿火 说不出的惊悚下人 以后少他妈说我们魔修心狠手了 比起你们 老子算得正是正大光明了 华万古 袭击有人认出来人身份 被斥责的面色也是不由得一阵通红 虽说灭了太初 夺其根基壮大自己山门 日后定要被人闯击亮谷 但是这么直接被人打脸 还是让其脸上纷纷地挂不住 短暂的沉默之后 西齐第二副长教走出人群 他须发揭白 面上带着几分正气高声喊道 华老摩 我西齐教育太初之事 岂是你能明了 当日太初金浩轩打死我西齐数位长老 今日我等来讨个公道 何错之有 你速速离去还好 不然放你娘的屁 华万古时分 简单利落地回答 恨不得将一口口水 吐在西齐的第二副长教的身上 若非是其灵气外放 震碎那口口水 怕是要喷上他一脸了 你们这副恶心的嘴脸 看得爷爷我想吐 趁着太初教刚刚经历下天节 就下黑手 却不敢承认 你说你们恶不恶心 小雨真人 你现在也是西齐的副长教了 当年你这条狗命被黄龙救过不止三次吧 别人好意思来 你也好意思来 西齐教数位高层 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简直是令他们恼羞成怒了 虽然他们所做的事的确是趁火打劫之事 但却不想担上这个恶名 西齐第二副长教 小雨真人 面色漆黑 自己当年确实是被黄龙救过数次性命 这家伙不是与黄龙小而不对盘吗 怎么突然猫了出来 几位长老暗中传音 刚刚华万古露出那一手令他们颇为忌惮 不知道啊 真是棘手了 哼 他再厉害不过一个人罢了 不可能领拳叫来 别忘了我方的人数 一人一口唾沫都能给他淹死了 怕他做什么 杀过去 今日一定要将太初给灭露 商量完了之后 这群长老看向华万古的眼中 是丝毫掩藏不住的杀意 那眼神看得华万古头皮直发麻 知道这群王八蛋是要不顾面皮了 华老魔 你勾结太初 如今太初已然误入魔道 我等替天行道 今日先诛了你这魔头 我靠你们袭击所有女人 华万古直接一口脏话骂出 不等对方的灵法飞剑出现 一脚将大旗高高的踢飞 大旗在天空之上 飞舞发出烈烈之声 千百鬼迹横扫身前不远的 十数名西基弟子 随即将大旗往自己身上一裹 退到了太初教的山门位置 高山喊道 黄龙 凯门 西基将的灵法飞剑 已然临近华万古 太初大阵微微一阵 千百灵法飞出 将西基灵法轰碎 便是那飞剑都被轰得倒飞回去 华老魔 我太初阵法如今已然千疮百孔 何须打开 自己找个窟窿钻进来便是了 黄龙真人的话语传出 众人皆能听出那话中的无奈跟自嘲 曾经何时太初阵法完全之实 西基哪敢前来挑衅 如今太初的守山大阵实不存一 对于华万古这样的高手 哪里还需要给他打开山门 这大阵的漏洞处处皆是山门 咱们也得跟你客气客气 华万古丢下一句话 钻进了太初破损的大阵之中说道 想不到老子会前来给你助权吧 黄龙你记得 你欠老子人情 以后你没有耗熏的九阳泉水 你能有今天吗 你是来还债的 黄龙嘴上丝毫不吃亏的高声回应 此次前来不过是还利息 嘿 这群猴子不错呀 华万古进了阵法也是一愣 正在抢修太初阵法的居然不是太初弟子 而是数千只猴子 这数千只猴子一个个修为不弱 而且互相之间的配合比太初叫弟子配合的还熟练 守山大阵正被迅速的修复着 虽然还有大大的漏洞 却也勉强的能够抵御一番 小宇真人见太初那本该彻底崩碎的阵法 居然还能反击打碎袭击不少人的灵法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隙 这没道理呀 太初的守山大阵在最后一波天劫之中应该碎了 为何还能运转 应当是谨剩的残阵 勉强最后的余威了 眼看了一会儿 确认太初叫的守山大阵 虽然被无数灵法轰得摇晃 却全然没有破碎的迹象 各位 小宇真人初恋 高居空中 狂风吹着他黑白头发胡乱飞舞 眼神轻蔑 颇有几分傲视太初叫的意味 太初的守山大阵 已经脆弱不堪了 一两种阵法轰下去 定然破裂 时间紧迫 诸位现在共同结混天凝法大阵 好 散修跟残教立刻同意了他的建议 三方各自 出了数十人 开始组阵 混天凝法是由十八座小阵组成 每一座小阵都是由两个先入境高手控制阵眼 三十名弟子分散其中 为整座阵法提供灵力 而每九座小阵又会有一名先轮静的高手坐阵 负责控制整座阵法 这十八座小阵彼此之间互相环绕交织 最终形成了一座精妙无比的巨大阵法 是在西极同魔族的战场上一大杀气 只是组成这阵法需要一些时间 小语真人自信 需要组成这点时间对于太初来说 不会有什么帮助 太初的大阵已经废了 想抢修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而且最后一击的教劫 太初众人至今还能够站得起来的 怕是实不存一了 太初的底蕴 太初的灵药储备量 小语真人自信 自己还是能推测个七八分的 太初补天阁 补天阁中所有的药池中都泡满了人 浓浓的药气与血腥的气味同时充斥其中 从漫天的镜像中可以在内部看得清楚 看到空中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群 之前的十几个先树镜劈劈裂的长老 脸上是无尽的愤慨 看到这群如同恶狗般的小人围着太初打转 满腔忍不住的愤怒 哗啦 十几个长老对视了一眼 同时从药池中起身 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便要离开补天阁 外出杀敌 师叔 夏云子两步拦住他们说道 师叔 你们现在冲出去没什么用 太初的人数太多了 其中一个身穿八卦道袍的老人面容平和 看向夏云子时甚至带着长辈特有的慈悲 他拍着夏云子的肩膀说 老骨头嘛 总会有用的 你们在这好好疗伤 我们会有办法为你们争取时间 夏云子猴头像是被棉花堵住发不出声 手却紧紧地拽着师叔破碎的衣袍 连声摇头 大家都不是傻子 这个时间杀出去 那便回不来了 太初在教劫中已经损失太多太多了 如今的太初已经经不起损失 孩子 别这样 老人一把推开夏云子的胳膊 带着十几个虚发洁白的长老 毫无留恋地往外走 长老们 浸泡在药汁中的众人 看着往外冲的老人们 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办法是什么 这些长老虽然在这一次天节中 修为有所增长 仙术也拔高了 但是却没有突破修为 更何况在天节最后一击中 他们的仙术破裂 已经是伤了修行的根本 在仅剩的寿源中 已经没有机会突破了 三个仙伦镜的长老 带着剩余的十六个仙术镜长老 一起出击 这是想要以命相搏 以自曝的方式 为太初教的其他弟子 争取恢复的时间 压抑的哽咽从补天阁中响起 第八百三十八章 一笑声来会太初 夏云子再次横身拦在了他们面前 艰难地开口说 师叔 还没到那种时候 你们不要 夏云子的师叔轻轻摇摇头 老祖他们都能以命相搏 我们有什么不行的 太初叫永世长存才是关键 你回去继续疗伤 一定要保太初无忧 给你们 也给猴子们争取点时间 我们去了 走 一行十九位长老走出补天阁 化作十几道光芒 冲向了袭击窍的人群 有人出来了 有个散修一直注视着太初叫 见有十几道光芒飞出 赶紧朝正在节阵的众人喊 小雨真人定睛去看 原来有十几个人冲了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短暂的疑惑 随即便是小雨真人的智商上见 这是要拼命 拦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靠近 这帮混蛋要自爆 小雨真人喊话快 西级众人灵法更快 灵法万千随即升空 西级灵法快 却还是快不过燃烧生命的太初长老 西级的懦夫 来来来 接你太初爷爷一见 不好 小雨真人同大量西级成员 高速地后退 那十八座小镇却无法后退 他们将彼此之间的灵气连接 刚刚生产着灵气 如同同频波动 若是此刻撤散开来 都不需要任何人动手 不少人便会在下一瞬间暴体而亡 能活下来的经脉也会遭受重创 十几道欲见而行的剑光 在灵法之中穿梭极持 十几名老人的脸上露出了快意的笑 金光猛然大胜 一股恐怖的力量从这些老人的身上四射而出 如同死神收割性命的镰刀轰然而至 老人们笑着回头看了一眼太初 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看太初 这一笑是眷恋 这一笑意识满足 太初来生再会 大地震动 山体摇晃 强势的爆炸声将十八座大阵 三十六名仙术高手 以及两名仙伦高手一起化为了血雾 这血雾冲天而起 直冲消汗 那已经完成了大半的阵法 瞬间湮灭 西级教中人脸色非常难看 之前的掠夺的兴奋 随着这刚刚自曝的行为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刻小雨真人忽然感觉 经过了教劫之后的太初 怕也不是那么如想象般的好拿下 这一刻不少的西级人开始怀疑 等打下太初那一刻 自己是否还能活着 西级在这一场战斗中 要损失多少 不祥的阴云 笼罩在整个袭击太初人的心中 是说 夏云子狂吼出声 看着漫天金光中完全破碎的十九位长老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沉默只是短短的时间 便爆发出了无穷的杀意 杀了这群畜生 杀了他们 五天阁中的恨意弥漫 杀气冲天 每个人的胸口都快被这个悲愤冲破 满目通红 看着守山大阵外的那群混蛋 眼中满是嗜血的疯狂 小雨真人知道开弓没有回头见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的迷茫很快就被杀戮冲散 口中大喊道 众人听令 三方势力到了他身边开始施展西基教的阵教阵法之一 坠心阵 小雨真人双手捏绝 缓慢地滑动着 如同描绘着一颗星辰 他仅是使出了首饰 周身便刚风四起 吹得他满头的白发乱舞 他身后的西基教弟子们如法炮制 一股恐怖的力量从他们身旁四射而出 如同浪涛怒吼 直击消汗 轰 在这些西基教弟子的头顶 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星辰 顿时一股无法言说的压抑 笼罩着所有人的胸口 强大的压力 直将人的脊背压碎 西基教弟子的眼中都露出惊讶 这是西基教的镇教阵法之一 几百年都不一定施展一次 没想到这次为了攻下太初教 副长教竟然都用这种阵法 又是一颗大星 太初之前便是差一点被大星给毁灭 小语真人艰辛 大星对于太初众人来说 如今已经是心魔一般的存在 他们看到了大星的那一刻 他们的精神便会垮掉 西基教结束的这颗星辰 不比得太初教最后一击来的星辰巨大 但是那股可怕的压力却是显出一股 无与伦比的气势 上有无数的灵法流转 所有灵法彼此缠绕又互相排斥 在阵法的加持下能量更加巨大 这巨大的星辰被西基教的弟子背负着 还没有打出 就将太初教的守山大阵给压得往下一滴 那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令守山大阵一阵摇晃 追 西基教副长教 长喝了一声 那颗凝聚了无数灵法的星辰 以不可阻挡的威势轰然而落 带着能撕裂人体的能量 太初教阵法之下的几个弟子 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下当场吐血 浑身的骨头都被震碎了 哄 恐怖的力量如同绝地的大河 狂笑着冲向太初教的守山阵法 一击而出 怦然碎裂 将太初教摇摇晃晃的守山大阵 击出了一个缺口 太初教内修复阵法的绝大部分都是猴子 这群猴子在灵力 也无法阻挡那如海水狂涌进来的敌人 大阵碎了 太初的守山大阵碎了 上呀 散修跟残教们率先冲进了满面狼藉 地上还残留着死去弟子心悉的太初教 进入太初教之后 那群散修跟残教便四散开来各自为营 如同毫无人性的强盗般 没有丝毫的组织纪律 见人就杀 见东西就抢 太初教的弟子刚刚经过一年的天节 没有一个是完好的 所有人身上都带着伤痕血迹 面对疯了一般的散修跟残教众人 纵然有心杀敌却也无力抵抗 鲜血再一次铺满了整个太初教 人祸比天灾更加可怕 太初来到他们前所未有的虚弱阶段 皇帝封顶 黄龙满头白发随风而舞 鲜血从胸口上止不出的流出 他却魂不在意 一双眼睛从没有一处完好的太初叫上扫过 嘴唇紧紧抿着冷冷的 看着那群肆意杀戮的畜生 全身散发着骇然的煞气 华一真人身处补天阁中闭目凝眉 之前对抗大星 他出的力是寻常人看不到的 若非他出力太初教已经毁灭 可是那次发力也是带给了身体重创 黄龙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张狂与徐宇 然后对谷云子说道 你护着两个子种去补天阁找秦浩宣 带上各个堂的体力保持完好的弟子 随时准备撤离 要保住太初最后的香火 黄龙顿了顿 转头看向如同修罗战场般的太初教 语气深沉地说 只要这两个子种能够成长起来 我太初教 今日即便被灭 来日一样是无上大教 你们两个记住 今日的一切 来日为我们报仇 你们不死 太初不灭 古云子老泪纵横 对黄龙说 张教 黄龙喝道 走 张狂战意沸腾 衣袍无风自动 看着染血的太初教杀气四射地说 我不走 现在还不到气教的时候 我叫五千年的基业在此如何能够撤 我是子种 不是被人保护的瓷娃娃 我有为太初一战的能力 徐宇一张血迹 变满的脸上也是战意四射 他眼眶发红地看着那群 胡乱杀人的散羞残叫 狠声道 弟子也不走 英灵山上开派老祖在看着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 任他们肆虐 这群畜生杀光他们便是 黄龙道雄何在 袭击叫的长教太学真人终于露面了 太学真人一身玄色道袍 威风凛凛地立在太初教的上空 面上是一贯的平淡 装着犹如一副君子的嘴脸 你们太初教的秦浩轩 他曾经杀了我们西极教的两个仙伦境长老 一个仙术境长老 并六个弟子共九人 西极教此次前来 便是为这九个弟子讨个功的 西极教掌教太学真人 说的话大意凛然 就好像他真是来讨功道一样 太初教当初拒不交出秦浩轩 如此包庇恶人 今日我们薪酬旧账一起算一算 黄龙提见腾空而起 深如大海一般的沙翼 沿在淡淡的话语之下 从我太初教第一天立节教节之时 你们西极教就已经埋伏在周围 你现在跟我说是来讨功道 不觉得可笑吗 强盗的行径 小人的嘴脸 不要再装君子了 我们拿剑说话 还跟他们这群畜生说什么 明摆着要趁火打结 华万古是个暴脾气 西极教的掌教的话 实在是令他恶心 当下二话不说 就祭出了自己黑色大旗 当空插下 恐怖的能量四处窜出 地动山摇 黑气滚滚而来 他身上所有的骷髅挂饰 空洞的双眼中 全是悠悠的绿火 寒意凌然 华万古一声爆喝 漫天的黑气遮天蔽日 如同万鬼骑出阴风阵阵 直逼袭击 那群叫人而去 华万古出手过于突然 浓黑阴森吃气 如同破地的洪水汹涌而至 冲在前面的上百名散修 瞬间被这浓郁的黑气给淹没 惨叫声从浓浓的轨气中传来 伴随着血肉被腐蚀的滋拉声 令人不忍闻的惨哭嚎叫传来 黑浪翻滚 越来越浓 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上百人的身影了 鬼气似剧烈的毒气 带着强悍到腐蚀之力 不臭血腥的味道 瞬间弥漫了整个太初教 那上百名散修血肉 被腐蚀干净之后 黑气越发浓厚 这老怪物 黄龙立身空中 摇了摇头 心中 却感觉痛快 第八百三十九章 太初众人皆发疯 一个散修强者 怒目而失 双眼瞪裂 猛然间释放出自己 一掌多高的先鹰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扑身而上 划满谷眼眸一眯 大鹤一声来得好 便挥舞着手中的黑色旗帜 迎了上去 一时间灵法交织 恐怖的力量四散开来 周围的几座大山都挨了几丈 山峰被能量波动给薛平 乱石击空 飞杀乱舞 黄龙 真没想到太初教竟然还与此等邪修沟的 太学真人一袭道袍翩翩 高声说道 你这不是败坏了正派修仙者的名声吗 黄龙看他如同看蝼蚁一般 淡淡地说道 邪修也是人 而你们连人都算不上 太学真人看着黄龙身上 胃干的血迹以及苍白如纸的脸 冷笑了一声说 黄龙小儿 你既然这么说 那么今日太初教便从修仙界除名吧 话音刚落 西极教所有的弟子一下子 从太初教的守山大阵外 如潮水般地涌了进来 古云子想拦住要往上冲的张狂与虚语 沉声道 你们两个去替老祖护法 只要老祖伤势恢复 太初教胜存就大了 补天阁中 行费力地睁开了眼睛 对秦昊轩说道 快把我捞出来 这个池子里的药是最好的 让老祖进来养伤 老祖泡在一旁的一个药池中 听了这话不禁笑了 声音中有些疲惫 更多的却是一股畅达与大气 你好好待着 尽快恢复 秦昊轩为太初做了那么多 他的兄弟怎么能出事 如果老夫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恢复 就出去让这群强盗小人们见识一下 扮入道宫镜强者自爆威能 同样抛在池中的一众弟子 听到老祖这话 一个个心头好像是压着一座巨山 又沉又痛 太初已然是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补天阁的影像之上 突然绽放出两道绚丽的光芒 那威严的气势 隔着影像 都能够让补天阁中的弟子呼吸一致 就连老祖脸上都露出了凝重 袭击教的太上长老都来了 他们是真的轻叫而出 蝎鹰道果竟强大的威压 瞬间弥漫了整个太初教 补天阁中 太初教的三位太上长老彼此看了一眼 然后从药池中起身 边往外走边朝老祖摆了摆手 老兄弟 你先在这养着 我们先走了 秦浩勋兄中杀意滔天 再也待不下去了 猛然地从药池中飞出 拖着几位太上长老一起 就进入那修罗战场 太初教里 喊沙声震天 血腥味浓重到几乎要凝出血雾 灵法滔天 黄龙与古云子在半空中 与西极教的强者混沾在一起 地面上太初教的弟子 一个个衣衫褛褛 目露凶光 手边也不得闲 黄龙恨哪 若非自己遭受重创 自己是全盛十七 太学早被斩了 一句句的尸体 扑散在地面上 鲜血在干涸的地面上 汇成了一道道的河流 太初教的人疯了吗 那些散修的残教 以及西极教弟子 胆战心惊地看着 太初教那群人 心中萌生了退役 明明我们人数最多 战斗力最强 怎么太初这群杂毛们一点不害怕 还不要命的往前冲啊 太初教的弟子们已经是不顾生死了 他们浑身堂血 却是处处抢弓 放弃了一切防御 防御 这两个字已经不在太初教弟子脑中了 他们只知道太初不能亡教 想想一年一来死在天极之下的弟子长老 想想以那些以身殉教的师兄弟 再想想英灵山上一直注视着他们的前辈先烈 太初教没有一个人畏惧死亡 多年的天结 增长了太初教弟子的修为 兼顾了他们的道心 每个人的道心都坚韧如 顶天俱实 论体力 太初教弟子疲惫不堪 远不如休养了一年就为今天那群畜生 可是论战役 他们无人能敌 势如匹炼 杀一个回本 杀两个赚了 太初教所有弟子种植成城 杀一阵天 一个个如同古战场上的恶魔般可怕 凶猛无比 西吉教的几位长老 看着一个胳膊都给砍掉 还敢往前冲的太初弟子 半空中感叹 这就是经过天节洗礼之后的教派战力 实在可怕 是啊 幸亏我们这回联合了散修和残教 三方同来 不然要吃大亏了 何止是吃大亏呀 如果单单是我们一个教派前来 那也就不用回去扛天节了 肯定会被灭教的 三方联手也只能勉强灭了他们 西吉教的一位道果境强者 则默默地带着几个仙伦镜长老 一直在半空中搜寻着秦浩轩 他们进入太初教后 还没有出手 以急速飞往太初教内 什么也不做 只是专注于寻找秦浩轩 秦浩轩随着三位太上长老 一起到了战场之中 但是一进来还没等他开始杀敌 就先被几道凶狠的目光给锁定了 那股毫不掩饰的杀意令秦浩轩一惊 寒毛倒立 顺着那股杀意看去 秦浩轩正好直直地与那几个西吉教强者对视 在这儿 进入太初教后 一直在寻找秦浩轩的几个西吉教强者 浑身灵气 漠然暴涨 衣袍咧咧作响从半空中腾跃而下 似展翅的鹏鸟直宠秦浩轩而来 竟是盗果净强者 秦浩轩心头一紧 冲他而来的共有五个人 除了领头的盗果净强者之外 其余皆是先轮净修士 最弱的一个也有二十轮 这群人充满了杀意 显然是专门来针对我的 他们的修为都比我高出太多了 硬扛不行 先跑 然后再想办法 秦浩轩心思垫转 与那群盗果净的西吉教长老对视 也不过是一瞬之间 便是背生双翼 转身急飞 秦浩轩犹如脚踩疾风 迅捷如电 眨眼间就窜出去数百丈远 追 绝不能让这小子跑了 这臭小子速度好快 跟紧他 秦浩轩在急速飞行的过程中 突然感觉这一幕十分的熟悉 跟上次他被天魔追的时候几乎一样 秦浩轩的嘴角勾出一抹笑 他想要前往的地方就是绝先毒蛊 有了目的 秦浩轩的速度更快 恍若缩地成寸 一座座山峰 飞似的从他身边掠过 这小子要去哪儿啊 怎么感觉前方越来越阴森呢 秦浩轩往前跑的地方越来越荒凉 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 不见任何活的生物 连飞鸟都没有 跟来的几个人甚至感到了寒意刺骨 有种莫名的压力 不要管这些 今天一定把这小畜生给灭了 绝不能让他活着 从我们眼皮底下溜了 是 这小畜生跑得太快了 盗果镜的长老 已经调动全身的灵力在追赶 却总是拉秦浩轩一段距离 他心中惊骇 不过是一个仙树镜的小畜生 速度竟然快到这个地步 连我全力追赶都追不上 身上肯定是藏有重宝 彭长老 你快看前面 被换作彭长老的盗果镜长老 猛地抬头去看 只见前方有冲天的黑气 一片望不见尽头的黑雾 在空中翻滚 浓浓的邪毒气息正在四散开来 这是 彭长老心头大惊 这不会是决先毒蛊的方向吧 太初教师最接近决先毒蛊的教派 此处处透着诡异 莫非那小畜生 要把他们带进决先毒蛊 彭长老速度不减 仔细想过之后 最终决定追上去 一个仙术精的废物都敢进去 我们怕什么 冲过去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 秦豪轩能够感受到身后的五个人依旧紧跟在身后 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毒气弥漫 巨大而又熟悉的压力 如山一般落在秦豪轩的身上 秦豪轩调动全身灵力 再次加速往前冲了几丈远 在经过一个土坡之时猛然的遁地 同时一个清浴色小人 被他用力朝前扔去 小人在半空中化作秦豪轩的模样 急速地冲入了决险毒蛊 秦豪轩继续伸入地下 然后屏住呼吸 将自己全身的生理机能降到了最低 彭长老带着几个吸气叫的弟子随后而至 看见眼前秦豪轩替身小人 窜进了前方的黑团之中 彭长老 听说绝弦毒蛊中的毒气 能将倒果净强者腐蚀 我们一个中年汉子吞吞吐吐地说道 彭长老继续前进 狠狠地瞪着那个中年汉子一眼 本蛋 没看见秦豪轩那个小畜生都跑进去了吗 他一个太初教弟子 怎么可能不知道绝弦毒蛊的厉害 现在他既然敢跑进去 就说明里面没有危险了 没有危险了 彭长老望着前方弥漫着 丝丝黑气的绝弦毒蛊 眼中放出金光 脸上是浓浓的贪婪之色 绝弦毒蛊的毒气一定是消散干净了 太初教独占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将这个消息传出 你们想想 教派大姐如此厉害 就算是我们也撑不了十个月 太初怎么能够全撑下来 彭长老师说 他们用了绝弦毒蛊中的宝贝 没错 绝弦毒蛊可是几千年前 仙魔大战的战场 里面有着无数的上古灵法 更有西式法宝 如果我们能够弄得几样 在修千剑还怕谁 听着彭长老的话 身后几位西七教弟子 脸上都露出了狂喜 对呀 那个小畜生是太初教弟子 你看他逃向那里的熟悉样子 肯定是来了很多次了 说不定他就是想借着 绝弦毒蛊的名声 把我们吓走 彭长老冷冷一笑 这个小畜生实在狡诈 来想骗老夫还太嫩了 彭长老英明啊 若不是彭长老 我们还真被这个小畜生 骗过去了 那个中年汉子满脸激动的说 走 把那个小畜生杀了 再将绝弦毒蛊中的宝贝拿走 嘿嘿 第四百八十章 浩轩神石发大威 彭长老散发出的猖狂笑声 率先冲了进区 剩余的几个弟子 谁也不想落到最后 争着往前冲 都希望自己能够多点稀释珍宝 因为心中认定了绝间毒蛊 没问题了 秦浩轩那个太初教弟子 都敢往里闯 心急叫的彭长老 他们更不害怕了 顶着如山一般的压力 一下子就冲进了 黑气缭绕的外层 啊 刚刚迈进绝间毒蛊 惨叫声就连连传了 秦浩轩附身于小蛇身上 躲在暗处 看着这群不知死活的 稀奇叫弟子 最弱的一个弟子 进入绝间毒蛊 身上的血肉 一下子被溶成了浓水 剩余的骨头架子 在黑气中化为了黑粉 风一吹就散了 阴风阵阵的 黑色毒物骤然间 将剩余的几个人 拢聚了过来 不好 彭长老心头大惊 他立刻击出自己的 五颗道果 团团将自己围住 剩余的三个仙伦镜弟子 在一息之间 便被黑色的毒气 腐蚀成了积粉 彭长老反应最快 击出道果 护住自己 但是一丝毒气 都能将道工镜强者腐蚀 更何况 他只不过是一个 有五颗道果的道果镜 浓黑的毒气 翻涌而来 轻刻间就将 彭长老的五颗道果 化为积粉 不不不不 彭长老面目惊恐 完全弄不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积好轩那个小畜生 都不进来了吗 那这里的毒气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彭长老目自欲裂 想死命地往外跑 可是哪还有机会 浓黑的毒气 一拥而上 再次散开之时 已经空无一物 连彭长老的原神 都一起俯视掉了 在远处的积好轩 毫无感情地注视下 五个吸机教高手 全都转眼 丧命于绝先毒蛊了 积好轩没有停留 他还挂念着太初众人 见五个人全死了 立刻回到自己的身体 直接遁地回到太初 遁地回来之后 积好轩隐藏在土地之中 借用着鬼教的盗墓 观察着太初教 上空的基站的人群 太初教的守山大镇的根基 就在地下交织成网状 有着淡金色的强光 一闪而过 只有太初教的弟子 才能够安好的隐藏在地下 如果是外人来 就想强行进入 定然会遭到 守山大镇的攻击 积好轩利用盗墓 扫尸了一处处激烈的打斗 然后锁定在了 正与一个 拥有两颗盗果镜 以及一个仙伦镜 巅峰强者对战的赤链子 赤链子长发飞舞 巨大的能量波动 在他周身涌动 刚风如利剑般四射 他虽独臂 却仿佛能够晴天烈地 积碎苍雄 西吉教的两个强者 身形快如闪电 留下一道道残影 从八个方位进攻赤链子 灵法如索命般匹炼 将赤链子团团包围 刺眼的白光 频频闪现 杀鸡凛然 他们竟然是一举想干掉赤链子 赤链子狂吼了一声 手中宝剑 滑光灼灼 似天将流火 热意蒸腾 宛如炎热的岩浆 被他搅动 挥动起来 周围树里都是热浪滔天 到处都是烈焰 每一道剑光都蕴含着 毁天灭地的能量 一道道的剑光连连劈出 不断地斩碎那两个强者 围攻着他的灵法 秦浩轩身在地下都忍不住 想为狂战中的赤链子叫声好 短短几年的时间 这个家伙的修为竟然如此神速 不仅是达到了仙伦境巅峰 战力更是强悍到惊人 这个赤链子 竟然能够以仙伦境巅峰的境界 在那两个西级叫强者的围攻之下不倒 厉害呀 但他再厉害 面对两个强敌 却有一个还是盗国境强者 依然是落了下风 袭击叫两个强者的眼中 更是露出惊骇 薛护法 这个家伙怎么强悍如斯 咱们两个围杀他这么久 都没将他拿下 被称作薛护法的盗国境强者 额头轻轻抱起 猛然地祭出自己的仙术 顶天般高的大树 上面有两颗流光异彩的盗国 周围的灵力 疯狂地朝着两颗盗国涌来 其中一颗青色盗国 瞬间光芒大盛 凝聚成一道道的凄厉的闪电 闪电劈啪作响 形成一张交织的大网 铺天盖地 力道沉猛 瞬间就朝着赤链子盖去 赤链子挥动着手中宝剑 左劈右斩 力道蛮横又霸气 却依旧无法阻止 朝他兜头而来的 青色闪电大网 秦好轩的眼神 默然变得凌厉 赤链子战力再高 也只能在两个强者的手下 保自己不受伤 现在这个道果竟祭出道果 相差一个竞技就是一道天剑 赤链子有危险 秦好轩双手捏拳 骨骼咯咯作响 他有心跳出去 与赤链子并肩作战 但是他也知道 自己修为还没到那个地步 就算是出去了也帮不上忙 秦好轩盯着 链站中的赤链子 心念竖转 灵光一现 神石攻击 我的神石强横无比 人又隐蔽在地下 正好可以干扰 那个仙伦镜强者 为赤链子寻找机会 想到这里 秦好轩猛然地 在他浩瀚如烟的神石中 凝聚出一把 约三尺的黄金金色大剑 那完全是由神石构成的大剑 剑锋锐利无比 死能劈天裂地 凝聚出的神石大剑之后 秦好轩眼睛微眯 锁定在疯狂攻击赤链子的 仙伦镜的巅峰高手 神念一动 神石大剑急速飞出 不过一息之间 便是轻易没入了 那仙伦镜高手的神石之内 仙伦镜高手猛然地停顿 神石之海被风锐的大剑 劈得晃动不已 如海崩地蟹 根本无法平复 尖锐的疼痛像是无数把脆毒的利剑 从他脑子里钻开 他整个人顿时呆立在半空 既不攻击也不防御 脸上还带着痛苦的模样 五官都扭曲了 若是平日 三大高手自然是不会遭受 如此的神石重创 大家的打开之时 都是会施展出护神宝物 防止被人偷袭 只是打了这半天 赤链子也没有什么 神石方面的优势 三大高手自然是不想分散力量 去催动宝物 转而全力攻击 这便给了秦浩轩的机会 浑身杀气肆意的赤链子 虽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过 当下赤链子凝聚全神灵力 与他的宝剑之上 剑光通体红热 似一座喷薄的火山 以杀神灭佛之力 轰然劈向那个正在发愣的 西极教强者 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能量 劈来的剑气 直接将那个发呆的西极教的 先轮镜巅峰强者 劈成一片血雾 连同元神小人 都被这剑气劈成了碎片 不 薛护法收了闪电 正要抢救那个先轮镜长老 却还是慢了一步 他眼前素地出现了一片血色 如雨水般的鲜血瞬间落地 有很大一部分 撒在了他的身上 赤链子趁生而上 一道震动天穷的见光 灵力地朝着西极教的薛护法劈去 雁红如火的光芒 令整片天地 都如同被火红的燕霞照耀 薛护法纵然心惊 却不知道他长老 为什么会突然呆立 反应却十分的迅速 整个人猛地向后退 躲了这一击 右臂却被锋锐的剑气 划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皮肉翻滚 里面的白骨清晰可见 秦浩轩看见这一幕 心中大为为赤链子叫好 正在与黄龙激战的太学真人看到这一幕 却与秦浩轩的心情截然相反 心上好像被人用刀子割肉般的疼痛 他面孔因为扭曲而愤怒 当下扭头朝薛护法怒吼了一声 怎么回事 黄龙趁机猛攻 手中的宝剑绽放出千条 锋锐的剑气锁住了西极教掌教的八个方位 每一道剑气都带着无与伦比的杀意 威势难挡 令分心的太学真人措手不及 太学真人的胳膊上 被一道剑气拂过 顿时鲜血狂飙 他赶紧运功抵挡 高手过招 怎能有丝毫分身 也是因为现在黄龙身上多处受伤 战力严重受损 如果是黄龙的全胜时期 太学真人真的要吃大亏了 远处西极教两位道果镜长老 看到太学真人左之右之的情况 双双祭出自己的全部道果 攻向了浑身躺着血的黄龙 有了两个道果镜强者的援助 太学真人终于得了喘息的机会 但是心中那股愤很难当 还是难以平息 西极教培养出了一个 先伦镜的巅峰强者容易吗 一个五千年的大教中能有几个 竟然就这么死了 我还想着从太初教 抢了灵药灵法回去之后 让他们好好修炼 为日后的教派大捷做出贡献 可是竟然死了 太学真人越想越气 打着的灵法也乱了 如果不是心中明白 就算黄龙受伤 赶来援助自己的两个长老 人根本不是黄龙对手 他恨不得抽身离开 将那个断臂小子给宰了 也不怪太学真人如此动怒 两个教派强者打一个 不仅没把对方杀死 几方还被杀了一个 是谁都会发火 把他给我杀了 太学真人的确气不过 趁着一个转身的空当 黄龙被另外两个长老缠住 他指着赤链子怒吼 听到太学真人的话 黄龙眼睛一眯 面上是一片暴虐之色 手中宝剑挥舞的越发灵力 铺天盖地的剑气 将那一片天空都给遮住了 每一道都带着夺命的杀意 毫不留情地披向另外两个人 那两个人连连招架 拼尽全力 却完全无法抵挡那汹涌的战役 倾刻间一个修为较低的长老 便在那漫天剑气中化为了血雾 另外一个人急速地躲了过去 却被斩掉了一双臂膀 太学真人爆发出了一声震天地的怒吼 一个道果镜强者的陨落 令他痛不欲生 太学真人看向黄龙的眼神 仿佛有着实质的怒火 将他们所在这一片天地 都灼烧地滚热起来 相对于太学真人的狂暴愤怒 秦浩轩的眼中却迸发出了一片神采 即便是先应道果镜的高手 也不会用神石攻击 只会利用神石感知周遭 我神石强悍 不比先应道果镜差 又能够凝聚神石之剑发动攻击 这下太好了 即便躲在地下 也能杀敌了 明白了这些 秦浩轩丝毫没有保留 从神石之海中凝聚出的 数把神石之剑 每一把都丰锐无比 寒光四溢 散发着射人的杀气 秦浩轩锁定了几位西极教的堂主 与先伦境高手 神念一动 数把神石之剑猛然地飞了出去 毫无阻挡地就没入他们脑海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